嗨,大家好,我是J妈咪,欢迎你们来到J妈咪小学堂。 今天,让J妈咪来跟你说个故事吧,一个名人的故事。 故事开始之前,请大家动动小指头订阅J妈咪小学堂的频道,以获得最新的视频更新。 大家准备好了吗?故事开始咯! 伟大的一部,尼尔·阿姆斯特朗,文、图、唐布朗,翻译、朱恩玲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。 伟大的一部,尼尔·阿姆斯特朗。 1932年,两岁大的尼尔·阿姆斯特朗偶然观赏了一场飞行比赛。 色彩鲜艳的小飞机,羞的一声,飞快地掠过阿姆斯特朗父子的头顶。 这些飞机沿着三角形的航道飞行,螺旋桨的转动声轰隆隆地划过天际,听起来好像永无休止的雷声。 这一幕很壮观,深深地映刻在阿姆斯特朗幼小的心灵里。 四年后,他平生第一次乘飞机,他紧紧地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。 那不是一架比赛飞机,而是一架有三个引擎的客机,大家叫它西俄号。 这架飞机在小城的机场载客,一次可以载12名乘客。 阿姆斯特朗兴致勃勃地跟着爸爸登上飞机, 坐在柳条编织的座椅上,兴奋地系好安全带。 引擎发出一阵巨大的琵琶声后启动了,飞机就这样驶出跑道,缓缓升空。 他们离地面越来越远,人群、房屋、汽车和天地万物都变得很渺小。 西俄号就像一阵风似的在云端穿梭,自由翱翔。 爸爸始终对嘈杂颠颇的飞行与清晰的视野感到忧心忡忡。 可是,阿姆斯特朗一点也不害怕,相反的,他开心极了。 阿姆斯特朗阅读飞行杂志并学着制作五毛钱的飞机模型。 他做了一个神奇的梦,在梦中,他屏住呼吸,漂浮在空中。 下面的人群、房屋、汽车和天地万物都变得十分渺小。 阿姆斯特朗一天天长大,对飞行的兴趣也与日俱增。 他的房间里有几百架模型飞机和一达又一达的空中旅行杂志。 为了买杂志和模型,他去教会的墓地割槽赚取零用钱。 十一岁那年,阿姆斯特朗跑去面包店打工。 由于他个子矮小,总会被抱进面团搅拌缸里清扫。 他一次又一次地梦见自己漂浮,盘旋在空中。 阿姆斯特朗13岁那年,全家搬到俄亥俄州沃帕科内塔城,住进班顿街的白色小楼。 这里离他祖父的农场很近。 1930年8月5日,他就出生在祖父家的客厅里。 阿姆斯特朗生性害羞,交友谨慎,不过他的生活非常忙碌, 除了上学,他加入了童子军,还在学校乐队和私人小乐团里吹低音号。 他在山坡上玩动力飞机,去市场和五金商店打工, 也在药店整理药价,帮忙摆放药物。 在晴朗的夜晚,阿姆斯特朗会爬上邻居雅各金德的车库屋顶。 金德先生坐了一架望远镜,架在屋顶上, 随时欢迎客人一起上去观赏月亮和星星。 阿姆斯特朗总是一看再看,怎么也看不厌。 阿姆斯特朗家附近有一座机场,就在老啤酒厂那条路上。 他常常去那儿看飞机起降,有时还会有人付钱请他帮忙清洗飞机。 可是,光是观赏和清洗飞机,对他来说还不够。 他问父母能不能让他去学开飞机? 飞行课程一小时要9美金,他得足足工作25个钟头,才能赚到一小时的学费。 他的父母答应了。 不久,他就跟奥布里·纽加德老师一起学飞行。 他们驾驶的是一架小飞机。 阿姆斯特朗学会起飞,也学会降落。 他学会攀升,也学会俯冲和转弯。 他还学会了在空中飞出八字型轨迹的特技。 他体会到,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,还得有一架飞机,才能发挥他真正的本领。 在阿姆斯特朗16岁生日当天,他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实习飞行员的驾驶执照。 可他当时的年龄,根本还不能考汽车驾照呢。 后来,这位实习飞行员成为战斗机飞行员,又成了测试飞行员,驾驶以火箭为动力的飞机,飞上青天。 最后,他终于成为宇航员。 宇航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飞行员,能够驾驶太空船环绕地球。 当阿姆斯特朗成为宇航员时,科学家已经计划把人类送上月球,再让他们平安地返回地球。 几千年以来,人们对月亮充满了无限的想象,总想登上月球,一探究竟。 1969年7月16日,宇航员尼尔·阿姆斯特朗、巴兹·爱德林和迈克尔·科林斯一起坐进农神5号火箭顶端的阿波罗11号太空舱里。 雄伟的农神5号足足有一座摩天大楼那么高? 还拥有足够的动力,可以把三位太空人送到距地球约36万千米之外的月球上。 上午9点32分,火箭的主引擎启动,火焰从龙神5号的尾部喷出,接着火箭发射升空。 不久,第一组引擎的燃料耗尽掉入海里,比较小的引擎接着启动,把阿波罗11号太空船送上绕行地球的轨道。 在绕行地球两周后,最后一具火箭引擎便以时速40234千米的速度将太空船推向月球。 阿姆斯特朗,爱德林和柯林斯在漆黑的太空中飞行了四天。 太阳的光线炙热无比,阴影下却寒冷动人。 为了不让太空船的其中一面过热或者过冷,太空船会慢慢旋转,就像烤肉架上的热狗一样,太空人觉得这种旋转像是在烤肉。 当他们抵达月球时,阿姆斯特朗和爱德林便进入专门设计用来与母船分离的登月小艇,老鹰号上,准备登陆月球。 柯林斯留在母船上驾驶指挥舱,阿姆斯特朗和爱德林降落到月球表面。 两位太空人在电脑的引导下即将着陆时,阿姆斯特朗看到巨大的原石挡住去路,他立刻改用手动控制登月小艇,闪避障碍。 在搜寻安全的登陆地点时,一阵刺耳的嘟嘟声突然响起,警告他们燃料不足。 当他们安全地把登月小艇降落在月球表面时,老鹰号只剩下运行几秒钟的燃料。 地球人尼尔·阿姆斯特朗和巴兹·爱德林终于登上了月球。 他们穿着太空服,戴着头盔,打开登月小艇的舱门时,月球就在他们面前,宏伟壮阔,空无一人。 阿姆斯特朗布下悬梯,一跃跳上了月球的表面。 特殊设计的摄影机让地球上的六百万人同步见证了这一瞬间。 这虽然是我的一小步,却是人类的一大步。 阿姆斯特朗对着麦克风说出了这句名言。 这次登月,他要替科学家搜集月球的石块,以供日后研究。 工作时,他的靴子在尘土上留下了足迹。 一百万年后,他的脚印可能还会留在那儿。 月球上没有风,没有雨,也没有雪。 他的脚印永远不会消失。 爱德琳跟着布下悬梯,踏上月球表面。 地球高高地悬挂在他们上方黑漆漆的天空中。 映入眼帘的是一团螺旋状的白色云团。 白云底下,依稀可以看见非洲大陆。 阿姆斯特朗在布满尘土的月球表面漫步,缓缓跳向爱德琳。 太阳闪耀着明亮的白色光芒。 他们竟然在月球上漫步。 阿姆斯特朗跳到爱德琳身旁。 两人的头盔几乎相撞。 爱德琳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 阿姆斯特朗伸手拍拍同伴的肩膀。 神奇吧! 阿姆斯特朗说。 1969年7月20日,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,成为家喻户晓的大英雄。 可是,深藏在他内心的,仍然是俄亥俄州沃帕科内塔城那个平凡小男孩的记忆。 这个小男孩热爱读书与音乐。 这个小男孩生性害羞,交由谨慎。 这个小男孩梦见自己屏住呼吸,漂浮在空中。 故事说完了,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名人故事。 非常欢迎你们留言,按赞和分享。 还有记得订阅J妈咪小学堂的频道哦。 我们下次再见!